嗨,我是微微,今天我们来学习中长针放三针 它在图解当中的标示是一个微,中间一竖 每一竖上面都有一个点 大家以后在图解当中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标示 它的意思就是中长针放三针 好,下面我们来学习它的勾法 我们找到下一个针目 不会找针目的,看我前面的视频 勾针绕线一圈 找到下一个针目,将线勾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一次性穿过这三个线圈 这样我们在这个针目就勾了一针中长针 我们继续还是在这个针目里面 将线勾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一次性穿过这三个线圈 这样我们就勾好了一针 中长针放三针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勾出三针中长针 称为中长针放三针 大家学会了吗?